我现在天天是北辰区 这里是王秦庄 这个村子已经拆迁了 现在村子里到处是断壁餐园 这个王秦庄是属于北仓镇的 是北仓镇的下辖村 它就在北运河畔 它的北边就是运河 东边是董心房村 西边是桃口村 南面是京宝工业园 现在我拍到的这个是原来村子里的水塔 看一下这个塔身上面 还有字 建于1983年10月 到今年这座水塔也有38年了 现在我就进到这个水塔里面 拍一下它内部的情况 入口处还横着一块石头 里面堆了好多竹框 这一侧又上塔的铁梯 直接连接上面的一个平台 上面那个平台 平台那个位置有直达塔顶的阶梯 这个王秦庄成村于明朝永乐年间 当初是由王秦二姓再次定居 顾名王秦庄 后来有一段时间因为村中的皇室家族比较兴旺 还曾叫过黄秦庄或者黄庄子 建国之后官方给定名叫王秦庄 一直沿用至今 接着我到这个已经洞迁的村庄里来呢 是为了拍这村子里 三处历史遗留 我来之前大体看了一下他们的位置啊 今天呢您就跟着我镜头 咱们一起来找一找 现在我拍到的这个是破村的村碑 以前这一面应该是王秦庄的介绍 现在我走的这条路 就是通往今天我要去的第一个地方 应该是从这个路口往右拐 拐过来 在道路的左手边 就是我去拍的第一处历史遗留 这个路边原来有一个厕所 就是这个 这个厕所后面就是那处历史遗留 这处历史遗留呢 就是这座华陀庙 据资料记载 这座华陀庙是建成于明朝中期 但是这个时间年份不确定啊 当初这里供奉的就是神医华陀 在民国元年也就是1912年 当时这个王秦庄村内 成立了同意高桥会 当时会址就选在这个王秦庄东画陀庙里 这个院落入口正上方 挂着画陀庙三个字的牌匾 目前这个大门是上了锁的 但是门缝留得很大 透过这个门缝我拍一下里面 现在我镜头正对面是一间小房 它内部的正房是面阔无间 并且这个院子是非常的宽敞 很适合举办高桥演出 这里还贴着什么是道教 这是一个道教的介绍 这里还挂着一块王秦庄同意高桥会的遍案 年头挺长的了 看不太经自己了都 民国元年村子里的宋宝珍 柴庆祥还有高丰林等人到上部口村去请刘庆云师傅 来到村子里传授记忆 经过长时间的训练配合 村子里的高桥会才达到了演出的水平 在这一百多年里参加了多次庙会 还有同乐会的演出 并且获得了很多奖项 现在我想找个地方拍一下这座画图庙的全貌 我刚才周围转了转 只有这个门里 画图庙前方的这个已拆迁的房子 这里形成了一个高台 站在这个高台上 应该能拍到这座画图庙全貌 我从这上去 果然上来之后一览无余 这座画图庙就整个展现在眼前了 看一下它这个院子比较大 正房是面阔无间 并且房前还有中式的立柱 从东边属第二间的那个大门上房挂的边 是同意会所四个大字 这里是同意高桥会的旧址 到现在同意高桥会已经传承了五代 09年10月份的时候 这个高桥会被市政府列入第二批 市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看一下那里还有高桥会的道具 从西边属第二间 上面挂的牌币是 湖北府主 说的就是供奉在此的神医画图 这里的房屋是宽敞明亮 并且院子非常的大 适合高桥会排练演出 从那个画图庙出来往西走 前面不远处就有一处青春建筑的院落 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要拍的第二处历史遗留 这里是黄金祥古居 这个黄金祥就是王清庄人 是清末民初的金北名身 生于清同志五年 也就是1866年 去世于1942年 据说这个黄金祥当初对上是有功于朝廷 是有惠于百姓 用自己的家财是福威疾困 以生获得别人赠贬 13块 这13块贬礼 其中有两块是皇家赏赐的 一块是慈禧赏赐的天语褒奖贬 另外一块是光绪皇帝亲赐的乐善好士贬 这个黄金祥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 他早年间曾经追随在王清庄习武出身的曹可忠体督 投身军队 并且引荐当时以卖不头为胜的曹坤气伤从容 这间接促使曹坤进入了北洋武卑学堂 再加上当时曹可忠钗的推荐 最终曹坤被袁尔凯相中 日后成为了北洋军阀重要的一员 并且还当过时间不长的总统 当初引荐曹坤进入军队的时候 曹皇二人还败了把子 所以说万事互相效力 当初黄金祥帮过曹坤 若干年后在这个黄金祥退职从商的时候 当时的大总统曹坤反过来还帮助过黄金祥 可以说是让他的买卖顺风顺水 除了上述这些事情 在光绪二十年的时候 黄金祥在苍州一带还收编过土匪 当时是收编了整整两个营 到了光绪二十六年 当时退隐家乡的黄金祥 面对八国联军的入侵 当即他被当时退访北苍的清军统帅马一昆 献了引白河迅水东贯等计策 使当时的北苍之战告捷 他的这处宅院是建于光绪二十三年 也就是一八九七年 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一百二十多年 就因为当初黄金祥 乐善好失 福威济困 泽批相礼 在四二年他去世的时候 据说当时近北四十余个村都派了代表 以及金金堂地区的一些知名人士 都前来调宴 据说当时送葬的队伍就有二厘多长 好告别了黄金祥古居 咱们现在去找下一个历史遗留 这里有只小狗啊 不知道是这里还有人住 还是这个拆迁之后没带走啊 好现在我已经找到第三处历史遗留了 现在镜头里拍到的这个房子 就是今天我要拍的第三处历史遗留 这里呢是众英少恋会所在地 王亲庄的村民是擅长武术的 据记载在康熙末年 当时村子里就有流姓和景姓两家开设的标局 并且还开办了西武会馆 在当时是威震一方 到了清朝道光十二年 也就是1832年 当时村子里建了众英少恋会 最开始那个英字是英雄的英 后来改成了婴儿的英 这个院落大门前挂着两块扁 一块是王亲庄众英少恋老会 另外一块是少林公立权传西基地 这里呢就是这个众英少恋会的大门 这个少恋会成立之初 是聘请了苍州的武术大师 王大友传授记忆 看一下大门上方的牌匾 众英少恋会所 六个大字 这里还挂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牌 看一下大门台阶下方的这个青石板 应该还是老物件 然后往上看 这些门当门堆也都是老物件 从外观上就能看出来啊 是宝经苍苍 斑驳的痕迹还是很严重的 再看一下右边这块 风一吹这个大门自己开了 但是它是上着锁的 我通过这个门缝看一看里面啊 看看内部的状况 这里面就是一个小院 正对面有一个五字 这个小院落不是很大 院落的右手边放着一些杂物 左手边就是这个院落的正房 就是刚才我们拍到的那一座 正房大门上方还挂着一块扁 但是太原看不太清楚啊 王亲庄的这个少林公立权 到目前为止已经传承了八代 和那个王亲庄同意高教会一样 已经被市政府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好 我这个视频是拍了王亲庄的三处历史一流 但是呢 未完待需 咱们下个视频见